4月3号的强震造成秀林乡凯歌园少年中途之家 房屋受损严重 现议员魏嘉贤以及新陈乡名代表傅伟豪 除了在第一时间前往赠送物资 并且也引入了外界的资源 日前在爱花莲基金会的协助下 有了临时的办公室 让社工们的行政业务暂时能够恢复正常 0403强震造成秀林乡凯歌园少年中途之家 房屋钢架变形天花板上的线材外露 地板更是出现破损情况 让13位收容少年及8名工作人员 所居住及办公的场域出现了严重的安全隐忧 日前在新陈乡名代表傅伟豪的协助下 他们顺利在新陈青年住宅的一楼找到一间办公厅社 花莲县议员同时也是爱花莲基金会董事长的魏嘉贤 也协助支付相关的水电费及租金 帮助凯歌园暂度难关 现在所有的设施设备网路啊电话线已经全部恢复正常 所以我们目前凯歌园的行政业务已经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一个轨道 所以要非常感谢魏议员还有副代表他们的大力协助帮忙 凯歌园在行政办公的部分不能够中断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跟主任还有我们副委好代表共同来做相关的一个场地的协巡 那我们找到适合的地点 那我们也通报爱花莲基金会的所有董事 来做相关地点的一个帮忙 那也让所有的行政人员能够安心的办公 那未来他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大家协助的 也懇启大家伸出相关的元首 大家一起帮花莲人度过相关的难关 中途之家严重受损 民意代表们纷纷伸出元首引入外界资源 除了在爱花莲基金会的协助下有了临时的办公室 让社工们的行政业务暂时能恢复正常 也希望可以在台积电慈善基金会的帮助下 顺利在6月完成中途之家的监务修复 让孩子及社工们能早日回到熟悉的生活环境 记者徐立清新陈香报导